我們來講一點震懾 昨天星巴克公布他的財報 有多好 你看一下 第二季 EPS營收 有預期 盡力大幅年增60% 他的股價盤後大漲7% 創下歷史新高 為什麼 就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 全球新開的店面 有將近三分之一在中國大陸 那會員年增14% 重點是 因為中國大幅市場 他切入之後 讓他的股價創歷史新高 這就讓我們想到星巴克之前 台灣原本也有星巴克概念股 統一跟統一超 對 沒有錯 統一超持股 原本三成 2017年的時候 他就宣布要賣出 上海星巴克股份 然後2017年第四季 獲利入帳 去年第二季 把這25塊錢股力 配進去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消息 確實讓他股價漲了一大段 可是你看他最近股價 稍微弱了一點點 這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這個金基姆 不要隨便亂賣 對啊 因為金基姆這種東西的話 通常企業本身都是養了他很久的 割自己的肉 讓自己的血 然後把他整個給養大 亂賣金基姆 我一想到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吳宗憲跟 周 周杰倫 周杰倫 謝謝 對 因為他以前他是 他的簽約藝人 對對對 結果把周杰倫一賣掉之後 周杰倫現在賺翻了 如果吳宗憲還有周杰倫這個藝人的話 他也賺翻了 他旗下的公司就賺翻了 你知道嗎 要養大一隻金基 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你看我們這邊一張圖 老母雞 要把下面的雞養大 你看下大雨的時候 拿自己的羽毛 撐著 撐住 自己變弱湯雞 可是他的小雞 小雞也不能夠 要保護好 要保護好 不能夠讓他生病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旦他哪天長大之後的話 他就會輸血回來給母雞 就好好報答這個老母雞 報答整個養育之恩 那在台股市場裡面 這種公司真的是超級多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張圖 這張圖的話呢 是我們從經濟 那個經營學的角度上面來看 哎呦 今天高大上 講點經營學 管理學 講點有內涵的東西 來 這邊講的是什麼 公司的話呢 他怎麼去擴張他本身的業務的 是 在我們在擴張之前的話 首先很簡單 第一個呢 他的本業的部分要先堅持住 對 本業一定要做得好 本業要做得好 那本業做得好 你知道嗎 公司本業做得好之後 就會開始長出很多亂七八糟 有著沒有的部門 那每個部門裡面的話呢 大家都會跑出去接單 對 在接單的過程裡面 就會產生說 哪個部門接很多單 哪個部門接很少單 是 那個接很多單的單位的話呢 他就會被切出去 就獨立出去 這時候的話呢 小經濟就跑出來啦 對 所以呢 你看不懂這張圖 沒有關係 我們呢 把經濟養成的途徑濃縮成 兩句話 第一句話 內部賺錢的獨立成新事業 是 那外部公司合作的呢 我就用股權的部分 來幫你做任列 在台灣市場裡面 所有的小經濟都是這樣子 把他給養出來的 照照的模式養出來的 對對對 把他養出來的 那台灣有一間公司啊 養經濟養的特別厲害的 這個叫做聯電集團 你知道嗎 聯電原本的話呢 就有一間公司 對 可是後來的話呢 你發現 只要談到聯電的話 就會提到聯家軍聯電集團 為什麼 因為呢 他把很多內部的單位 一個一個都切出去了 是 那我今天呢 我幫各位觀眾朋友 整理了幾間公司 然後它下面其實是一狗票 對 那我們整理了幾間 首先第一個聯發科 這個很有名嘛 它以前是做內部IC部門的 像如果有在投資那個 聯發科或聯華電子 它以前有個現象 只要聯華電子虧錢的那個年度 它就賣聯發科的股票 對來彌補一下 來彌補一下它的虧損 所以呢 它對母公司書寫的部分 非常的有貢獻度 那像聯勇的這一塊的話呢 它原本也是他們的一個單位 它是一個商用產品的部門 那像資源的部分的話 原本是裡面做那個IP財的 對 它也把它成立成一家獨立的公司 像聯銀的話呢 原本是他們裡面有一家 那個6A的工廠 原本在做生化價產品代工 它也把它獨立成一家公司 對 所以你只要發現喔 在裡面的話呢 只要母公司旗下有賺錢的單位 它通通幫你成立成一家的公司 它不是只有內部切金雞 還跟外部合作養金雞 比如說像原相 原相的話呢 它跟這一家那個華人公司的話 它是合資 那像聯養的部分的話 則跟系統科技那邊做合資 那它養了這麼多金雞 那到底這些金雞 它的整個投資報酬的績效好不好 我們是要買老母雞呢 還是買小雞 全部列出來給你看喔 上面這邊的話呢 是老母雞 對 你老母雞呢 你報了三年 你的報酬率才多少 23.86 黃雲全息也才24%左右 這樣子而已喔 但是 可是你看它下面養的這一雞啊 隨便一家 連永智元 報三年都漲了快要一倍 對對對 所以那些小金雞的部分 它報酬率都比它的老母雞來得好啊 所以你鼓勵大家 如果一家公司有很多的這個轉投資或是小金雞 直接去買小金雞 直接買小金雞 不要買老母雞 對對對 不要買老母雞 這是從報酬率的角度來看 對 我們來看幾個更現實一點的 這家公司的話呢 叫做葡萄王 葡萄王 葡萄王的話它去年的話 EPS賺了9塊 但是你知道嗎 它在葡萄王本身的話呢 它有三大的事業單位 對 三大事業單位裡面的話呢 一個就是台灣葡萄王 一個是上海葡萄王 一個叫做葡仲 對 做直銷 我們直接看這個圓餅圖就好了 來你看一下 2018年的盡利 有一間公司呢 將近七成 將近七成 是由葡仲這間這個單位 單獨所貢獻 對 如果它哪天發布消息 要把它切割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搞清楚喔 不是買葡萄王喔 是要買葡仲喔 因為買了之後 真正賺錢的單位 是在這個地方喔 那還有另外一家的話呢 比如說像寶寶眼鏡 寶寶眼鏡的話呢 路邊巷口不是一個 很多 一個標誌在那邊嗎 事實上它有轉投資 一家很賺錢的公司 這家叫做金可國際 這個隱形眼鏡的嗎 對 做隱形眼鏡的 它在大陸有一個品牌 叫做那個海昌 海昌 它是大陸前三大 的隱形眼鏡公司 因為那個蔡藝銘幫他代言 對對對 他其實他找了很多大牌的歌手 幫他做代言的動作 那我們來看喔 他貢獻多少 貢獻百分之五十喔 而且 薄刀眼鏡五成的獲利 來自於金可 對對對 金可單一家公司所貢獻的 而且你看 金可的營收 比他的老母雞還要來得大 所以我這邊的話 幫觀眾朋友整理的 有些公司 他在近期的話 有成立小金雞的 那這時候的話 你就要花一點 多點時間來關注 比如像偉創的話 他成立了小金雞叫做 那他才上市 才幾個月的時間的話 已經有累積了五點六趴的 一個報酬率 那香山行本身的話呢 他也成立了一家小金雞 叫做三加購 名字沒聽過沒關係 我幫你換個名字 美聯社 美聯社你就有聽過了吧 那最近呢 很多報章朋友都在報嘛 他還在新貴就對了 他目前還在新貴喔 那其實新貴已經可以做買賣了 只是說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非常值得投資朋友 去做關注 那像育龍這間公司的話呢 他在大陸那邊成立了一家 另外一間公司叫育龍汽車金融 專門在做大陸那邊的汽車融資 貸款的那一塊 然後這也是非常有潛力 現在不知道他到底在台灣 還是在大陸那邊做上市動作 不過育龍最近也蠻強的 育龍 育龍本身的話也是非常的強 那像中美金就是 中美金你看他最近三年賺了 168%的報酬率 可是你知道他下面的經濟賺多少嗎 460 他幾乎呢 比他的母公司的話呢 多賺了兩倍以上 那像最後像君豪這邊的話呢 你看君豪的話呢 他在最近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他裡面的高清密製造的這一塊的話 成立叫君華 那君華的話呢 到上櫃到目前為止的話 也累積了大概6%左右的一個 一個報酬率 所以其實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從前面到後面整個看起來 你會發現 在台灣呢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他會習慣把他很賺錢的那一塊 直接把他拿出去 成立成一家新的公司 那其實投資人這時候就在想 我今天我母公司原本他在 想說明天賺的主要藉口 是說明天賺的主要是 你會變成的 千 Meh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